我跟房东又续了两个月的房租 把卡上能打的钱都打给你了 你得学会自立了 找个工作吧 一鸣哥 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剩下你了 我要是没有你 我会死的 我真的会死的 一鸣哥 我不会跟上海心仪的人在一起的 哥哥 我真的没有对心仪做什么呀 还不够吗 你吓着他了 你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脱衣服 割腕 吃药 你想给谁做都可以 你随便 我们必须分配 鸣哥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丢下我 我求求你了 世约 你好自为之吧 你好自为之吧 你要走就走了 你给我留下这点钱就帮我打发了是吗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就成就这点钱吗 我不会饿了 你呢 我不会饿了你的 好 妈 一鸣 这也给你 谢谢 来 我这次过去 如果这个信息没有整理好 我周末可能就回不来了 你得帮我安抚心 嗯 放心吧 我走了 我能再抱你一次吗 一路平安 安安 我以后啊 一定会尽量的去补偿你们的 我会是你最好的朋友 也会是最诚实的夫妻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爸爸 宝贝 怎么了 星姨 照顾兔子姐姐 还要小星姨 放心吧 宝贝 爸爸一定把她照顾好 嗯 来 爸爸抱一下 爱的代价 叫我追悔 是 明远为 晴依 好 在家一定要乖 听妈妈的话 好吗 好 算了 嗯 我去妈妈画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再停回 原经理 小姐 你找哪位 这里是公司员工宿舍 不能随便接 保安大哥 刚才进去那个人 他是住在这儿是吗 谁啊 你是说原经理是吧 是的 他刚搬来的 那 他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 这位大哥 我刚来到这儿 对这人生地不熟的 这附近 有什么可以住的地方吗 前面左转 有很多快捷酒店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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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再说 也行啊 一鸣 一鸣啊 你怎么黑眼圈这么重啊 没事 昨晚没休息了 注意休息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给你找到了西内运营了 虽然很年轻 但也很厉害 好 那挺好的 海外分公司这个事情我想跟你再确认一下 你确定你不去了 那边刚刚起步 急需向你这样的年轻人去开拓新的市场 孙总是这样啊 我跟家人商量了一下 确实有困难 那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是 那个新的运营啊 我打算让她跟着你实习两个月的时间 你要照顾好人家小姑娘 昨天晚上就到了 现在正办入职呢 说曹曹曹到 好 来 我来介绍一下 十月 我们新招来的运营 十月 这是我们市场部的人经理 好 原经理 你好 怎么样 还顺利吧 宿舍住的还适应 嗯 我觉得挺舒服的 嗯 我觉得挺舒服的 喂 孙总 好 抱歉啊 宋版给您打电话 我是有件事 必须得跟您谈谈 看见任经理了吗 任经理 没看见 好 孙总 我从早上开始就没看见任经理了 喜欢他去哪儿了 可能他出去办事了 我能跟他一起去吗 不行 他走的时候还交代了 那你把这个完成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嗯 明天 也可能三四天吧 半个月都没准 好 林总 来这么早啊 没事 就是在等你 哦 呃 晚上有事情要告诉你 晚上等你下班了 你有空吗 应该有空 什么事啊 先保密 晚上再告诉你 你 你怎么突然跑这儿了呀 出事了咱俩得聊聊 什么事啊 你怎么突然跑了 我都能够跑到我现在的工作地方去应聘了 我现在还搬进了员工宿舍 他跟着去了啊 我以后 不能每个星期去看新衣了 我又得实验了 现在他跑到我工作的地方 那我在那儿就真的待不下去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决定 接受调到海外的工作 没有 我以后没有时间陪新衣了 但是我可以跟她打视频的 而且抚养费的事你不用担心 我会负责到底的 我不是担心这些 我是担心新衣 我怕她接受不了 我们得好好安抚她 这样 咱俩先在新衣 去吃她喜欢的东西 让我找机会 看怎么跟她解释 这次你得帮我